哪里有勤募就到哪服务 没特别行程时 邱吉成夫妻骑车来环保站报到 环保站付出 不选工作能做的样样来 邱吉成说 自己的人生经历三次无常 一次从高处衰落肋骨断裂 一次被毒舌咬伤 还有一次脚烫伤直皮 用头皮 头皮然后来补 因为本来是要用大腿 人生真的很无常 什么事情不要去比较 也不要去计较 做就对了 他真正照顾连天 真正是很可怜 所以当下我就跟他说 你的勤募是心痛 太太鼓励邱吉成投入慈祭 夫妻俩菩萨道同修同行 在家看大爱台 听闻上人佛法 日常生活环保节约百第一 洗菜水流着 逆渗透过滤的水也不浪费 逆渗透过滤的水是很干 也是算干净 只是我们吃比较 要多一层过滤 省水省电 两者并行 开冷气的话 就是28度 然后再加单 电扇下去吹 晚上休息的话 现在就是 插座的全部都关掉 包括那个淫水机的水 节约用电 省水洗水 爱地球 夫妻俩在生活中彻底执行 大爱秀黄子林 望望光辉 讲话报道